今天在台湖酒庄吃烤鲜羊肉 咱遇到了一个大哥 这个大哥没想到还和我有微信 我都不知道 吃饭的时候论起来 你好大哥你好 你好 您是老家是哪里的 老家内蒙齿峰市 是齿峰的是吧 您是哪一年来的银滩 我是11年来的银滩 11年来的银滩 您是在哪买的房子哪个小区 碧海明居 碧海明居 那是不是就是在天海解园后面 对 西面是大清二区 不对 三县 碧海明居 那是碧海康居 我知道 我去过那 碧海明居不错 那小区挺好的 相当不错的小区 对 属于三县 怎么样在银滩住的怎么样 你在这银滩 坐了多少年 过了 来了 过春节就六个 六个年头 过了六个 六个春节 六个春节了 又来了将近十年了 来了将近十年了 你是为什么想着在银滩这边买房子呢 我老家 本身我姓尼 姓尼尼老师对 我这个老家是 就是文灯的 祖籍是文灯的 祖籍文灯 就是 解放以后 我们是移民 移民到内蒙 移民到的内蒙 移民到的内蒙 所以你现在一口的内蒙画 一口的齿峰画 齿峰画 对 这个我听说 这个 您在这个银滩那边还组织了一个什么团 文艺团队是什么团队 我这个艺术团呢 是 前六年 那个成立的 管委 管委说 你这不行 你这个个人文不行 你得上这个 我给你找个社区 给你们找办公室 然后给我找地方 然后 就定位我 就是月亮湾社区艺术团 叫月亮湾社区艺术团 后来管委呢 说不行 你这个 还给你又给我挂了一个牌 叫汝山市银滩碧海之声艺术团 碧海之声艺术团 碧海之声艺术团 因为我当兵 我15岁当兵 当兵以后 我是文艺兵15包蒸走了 您是有文艺特长的 然后在部队呢 就搞这个舞蹈 我是舞蹈专业 在部队 我和到了退休以后 来到银滩 看这个人也多 都是离退休这帮老头老太太 我就组织 自己自发的组织一个艺术团 这么多年 反正理了 大家伙那样 就是随便 玩 就是你这个搞的移动团 看有影响力了 才管委政府 才重视你啊 还给你提供了一些条件 行了 现在我那个办公室 我们排练厅 每年的 超年的活动 一年的所有的产生的费用 水电 费用都是管委 政府这么关照你们啊 我们 你们有多少人呢 现在 现在团里都一百多好人 团里一百多好人 团里一百多好人 主要是内容是什么 内容 娱乐内容 就是歌舞 这个 独唱 小和唱 我还有一个管理队 还有一个管理队 管理队 和大 大庆一区的韩老师 我们组建的 管理队有一百多人 管理队还有一百多人 真厉害呢 主要是你们的这些团员 主要是以这个银滩的 中西部地区为主是吧 主要就是大拇指这一块 反正中心这中心地 我就说你的团员 我的团员大部分 都是在这个大拇指往西 对 越南湾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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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咱们银滩最大的社区 他管了五十多个小区 他现在又给他分了 分了 现在有多小区 现在分到又一个分天安 现在又 对 今年又分了一个小区 这个小区设在三十人家 这样子的 他管不过来了 我真是不太了解 这是管辖范围 今年咱们银滩又增加了三个社区 原来是 把大社区给你一批为二一批为三的 原来越南湾 越南湾社区 他以前的总部在什么 哪个小区 他总部就在银龙湾 在银龙湾 在银龙湾 银龙湾 那个地方 越南湾的 在这个社区 大社区 那是 那辐射量 辐射面很大很广 对 怎么你在银滩这块住的 我就刚刚您说 你说在这住了六个冬天了 六年了 这个冬天你怎么取暖呢 您是 我们冬天就是有空调 还有这个 现在又出了一种新型电脑风 比较省钱 比较银能 银滩这个地方 他没有去呢 就涉及到 以前我住那个房子是门厅大厅 我的电费 就比普通老百姓 归一倍 别人说五毛 我就得一块 我那用电脑大的 它是商铺 您是商铺 你买的是商铺 商铺 对 肯定要比别人的物业费也高 对 水电费也高 然后就 非常要搬到商铺住 冬天人少了 小规模的 就可以在我那里玩 在你的屋子就可以玩 搞娱乐活动 你给他提供一个场所 我那有 现在正在 我正在安装 有这个 投影仪 有录像设备 人手 像您的话 您说在部队当文艺兵 您的特长是什么 我的特长就是舞蹈 你就是舞蹈 自发的自学 各种乐器 哦 乐器都会是吧 反正是 都玩不好 就学得太砸了 看你 你得多大年纪啊 现在 我今年 出阳的 五五年生日 哦 今年六十八了 六十八了 快七十了 还这么好学 高兴 高兴 玩的好 玩的开心 对 大家火 在银滩 对 有这么一个好的心情 以心态 哪都不想去 哪都不想去了 不想回老家了 回老家 待不了几天 过春节就 就回来 现在都不用回去了 不回去了 那家里没什么后顾之用吗 没有 儿子也当兵 也当兵了 就是离开家了 离开家了 家里也没什么牵挂的了 就一个儿子十五就当兵走了 也是十五当兵啊 都是什么 现在在内蒙武警 都是特种兵吗 怎么回事 特殊人才 那么早 他体干了 体干了 今天已经正十几了 内蒙武警总队 那么厉害呀 哎呦 儿子都正十几了 很出色 对 儿子挺生气 行 今天这玩的好吧 在这儿 这个地方风景还是不错的 风景不错 包括台湖的王总 每年他 只要搞大型活动 和小型活动 我经常来 哦 经常叫你过来啊 我这是还是 第一次首要过来 试试 每年夏天 人多的时候 他们有大巴车 因为我团队人多 他去两台大巴车 把我们携到这里 连吃再玩再喝 哦 是这样子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 这个爱心海景 东区啊 这个小区啊 继续问问大哥啊 大哥你好啊 那个什么 呃 刚才在这个台湖啊 呃 我还想问一下 您这个 你不是住在那个什么地方吗 不是住在这个 碧海民居吗 住碧海民居 嗯 这个是 买了八年 八年 你就是买了好几套 在银台买了好几套房子 买了四套房子 哈哈 在那个碧海民居买了一套 买两套 碧海民居买两套房子 几楼的都是 那个一个三楼一个四楼 总共多少钱 也就一包一 一套房子多少钱 一套房子 一平米的 我们的是四千三一平 四千三一平 嗯 碧海民居房子质量倒是蛮好的 后来又在这个 爱奇海景也买了 这块买的是商铺 商铺 当时多少钱一平 当时也是四千五一平 四千五一平 那差不多和那个碧海民居 因为它是商铺 商铺 商铺是不是这个 相当贵一点 贵就是说我就说这个 物业费啊 水电费是不是都贵一点 都贵 都贵点 翻一倍 要翻一倍 哦 你要是住这 他就一块 哦 物业费也一块 水费呢 水费 贵点不多 贵的不多 电费呢 电费这是贵一半 贵一半 咱电费是现在是五毛五 咱们那个普通的 我们这个是一块 一块哦 那真是贵将近一半 那不是三套了 还有一套呢 那套是在那个 变化亭南区 啊变化亭南区 也买一套 你应该就是两口吗 还是 就我们两个 那怎么买那么多房子干嘛 那房子 原来现在这房子这么建 多买两套 哈哈哈 这国家大气候 现在房价 就掉的太厉害了 那你不出售两套吗 现在 我这个出租来 原来 今年收回来了 给别人出租 出租的时候租金怎么样 一年一万二 多大面积 一百二十多平 一百二十平 一年一二 今年收回来了 收回来了 是不是就因为这个疫情的事 这个他们 也不太好经营了 然后他们意思 他们这个 这个 这个效益不好 意思让我 房价我下落 我也没落 他们就 就不租了 哎呦那 其实你应该体谅体谈他们 哈哈哈 他们 他们 人少了 就不太好经营了 对 那 你现在 别的房子 没打算卖吗 要那么多房子 现在没有上家 房价降的 降的太多了 哦 那就 别卖了呗 就现在房价那么便宜 卖在干啥呀 这个银摊 马上高铁 有个通 对 高铁一通我 估计房价是不是得涨涨啊 全国的 没有银摊 怎么再怎么涨 对 因为这个房价 它已经跌到成 你造价我估计都没那么低了 是吧 三四千一平米的房子 大概是多少钱 现在是 嗯 我们现在 你们碧海民居多少钱 现在 现在碧海民居 那个小区 比较就是 上档色 亏不多少 亏不多少 就是过去四千多买的 卖个三千多 三千到四千 可以卖的出现 可能买的出现 哦 因为它那配套设置比较好 比较好一些啊 小区环境 嗯 你觉得哪个 你在哪套房子 就是贬值最厉害啊 现在就是我这个商铺 商铺贬值最厉害 65万 嗯 现在任赔十万也买不掉 哦 65万买的 赔十万 55万卖不掉 120平 哈哈哈 碰个有缘人吧 哈哈哈 谢谢大哥了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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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谢谢大家